你要我去說明 不可分隔的短信 狂狼一聲 玻璃心 一碰就碎大麻鬼才 黃明志2021年跟歌手 陳芳宇合唱的這首歌 才剛上架不久 觀看人次就飆破800萬 無論是歌詞還是MV場景 都有濃濃暗奉中國的元素 還有半年前 剛上架的這首《龍的傳人》 又讓小粉紅再度發火 因為這首歌也在DIS中國 影片名稱甚至提醒觀眾 要快不然背景就聽不到了 出道16年的黃明志 去年4月首度進軍台北小巨蛋 原本預計將展開的15場巡演 卻臨時喊咖 親自發文回應網友的疑惑 巡演取消的原因 是因為各個合作單位 都陸續收到中國的恐嚇和威脅 甚至在今年4月 還接到來自柬埔寨的電話 威脅黃明志將龍的傳人 玻璃心兩首歌 從各大平台下架 費用都好商量 若不下架就會有生命危險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Facebook YouTube那邊 一模一樣搬運過來微博 Bilibili跟抖音的 只是有些東西一來到內網就被刪掉了 所以常有人說你幹嘛不敢說 其實不是不敢說 是你們這裡不能說 不必會公開談論各大敏感議題 甚至自己出動律師 下架自己在中國被盜版下載的音樂 如今親自發聲明回覆巡演取消疑雲 更糟糕巡演演唱會 一定會重新起航